入过土的古域都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综合判断 看一下这件东西啊 第一步还是从入土特征 这件器物上它有哪些入土特征呢 第一是它的包浆 第二个土石土咬 看没有土石土咬的一些柱孔 还有呢 钦色这个部位 还有这个部位这个部位 包浆盖化土石土咬 钦是这四个入土特征 都就被我们就一一的看一下 它是不是自然的 首先它这种包浆 这种油润度 整体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统一的 统一形成的这种皮壳 第二个你看土石土咬的地方 在宫上宫下都已经土石土咬掉了 看一下这个钦色是随着钦化产生的 这个钦化有重有浅 钦化的上面也有土石土咬 同样的道理 你看这一边 这个土石土咬呢 也就是钦化比较重的地方 同时产生了土石土咬 你看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渡 物土特征 符合在这个环境下 自然形成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夹工工痕 像大家说的那个串串肠一样 一坨接着一坨 综合以上从入土特征和加工工痕 还有入土特征和加工工艺之间的先后关系 就说明这件东西必老无疑 不管是哪个年代的 只要是入国土的古运 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判断 那么它到底是哪个年代的呢 看一下它的气形和文型 造型 它有战国的风格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 它是一个战国中晚期的一件器物呢